经历了一百多天的调查,范冰冰涉睡一室尘埃落定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,范冰冰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,范冰冰只要在有限期限内将拔金补齐,不会受到刑事责任。 在十月七日,范冰冰深夜发帖子表白本思着,感受到你们的心心念念。想你们,一次再为付出做铺垫。不过后来了有人质疑范冰冰深夜发帖子,是为了炒作来恢复自己的名语。 因为有人在范冰冰的帖子流言风雨同行,不离不弃,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。 但是在同一时间,有众多人在帖子下流了相同的话,并且用护宁的格式都非常相似。 很多网友怀疑这是范冰冰的团队卖了水汁来替范冰冰洗白。 虽然范冰冰现在已经安然无恙,但是名誉却一落千丈,范冰冰此次案件损失的不仅仅是8.83亿元的财产,产生了更多的连带效应。 国内对范冰冰偷水的处理是至烦不盼,非常宽容,但范冰冰此次世界影响太大,范冰冰短期内付出困难重重。 据知情人士爆料,因为范冰冰给社会,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。 国际动作电影《355》的制片人正打算解雇发冰冰。 这部影片有众多国际大咖参演,对范冰冰来说得到这样的机会实属不易。 这位制作人称,如果他没有以令政府、电影发行商和中国观众满意的方式走出丑街,将选其他演员替换他。 目前,电影还并没有正式解雇发冰冰。 这部电影预计2019年开拍,到时候不知道范冰冰能否走出丑闻。 据传闻,范冰冰在日本人气非常高,日媒也十分关注范冰冰的动态。 今日日媒爆料范冰冰正在密谋复出,将在今年12月正式复出。 其实,我也想不通,这咋就扯上日本了呢? 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,重新改造,大众还是会给你机会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